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的士是否便宜呢 是便宜的 因為你要和世界對比 我們先不要說是否值不值 其實我今天見到 有些人投了一個的士資訊的文章 即是的士路自己的感覺 我們看看他們怎樣說 我們出了兩張圖 就是講三公里的格格 三公里不是很長的 瑞士蘇黎世三公里應搭成 如果這樣是200港元 我們不要說 英國倫敦成舊水是要的 你在英國就知道 即是動一下 萬成的機場 他單趟我不知道有多遠 我兒子上次 真是奶了爺 他真的有牙痛的聲音 都搭了五、六個水的士 應該不是很遠 五、六個水港幣 是的 是的 但是一到 我想這樣都要的 很容易就要的 那些地方 三公里很短的 OK 好了 我們再去 全部美金算 香港呢 是便宜的 是排第五五十 再之後呢 就是越南、河內、保加利亞、索菲亞、吉隆坡 吉隆坡是便宜的 泰國 不過吉隆坡、曼谷那些便宜得來 他經常不肯登標 嗯 香港也是 是的 現在 我屌你了好嗎 又這樣說 我們香港那些人會去 對黑的 我們又不會的 譬如 我去吉隆坡 我認識牢 我開車的 有時候譬如我喝酒 我不開車而已 我們在那條酒吧街 都去我們酒店 而我自己想 你覺得這些你好嗎 真的不跳標 不跳標 他說 對啊 fifinget 5元 即是10元 在我你的心態 我你的心態 不是當地人 吵你了 50元 10元港幣 即是暈時性對2 事偽旦 種言之是轉彎 我用不프라 我肯件事實行 因為10元是我們會有灸 Labor 那 那我就不會去血鬼 不會去捕捲 不去捕捲 好了 但是我們香港 我未遇過啦 但很多人 現在不是說什麼 不是說遊客 香港人有些他們都糟糕的 好了 香港是排50 OK 回來了 這兩幅圖 都是那個的士群組去出的 他說 看完兩個排名 我一會兒才駁你 我最喜歡的士 但我真的要駁你 就明白 為什麼香港的士司機 對生活這麼不滿和充滿怨氣 香港的士收費世界排名第50 但是綜合指數呢 世界排名是第4 即是你現在香港社會 要的士司機賺取世界排名50的車資 就生活在綜合生活指數排名第4的城市 這個是行業欺凌 他說 全球最貴的士 大部分位於西歐國家 日內亞 過本哈根 哈爾森基 倫敦等等 蘇萊西更加 這麼貴這麼貴 現在香港人就是想給日本級數 就是所有日本級數的服務 就給香港的車資 好了 好像很有道理 我都明白你某程度都會有點怨氣 但我想說 司機群組 迪士司機群組 你會在香港 我們說就說平均 人均GDP是4萬多美金 人均GDP是4萬多美金 按照計 一年是有三十幾四十萬的收入 OK 一個月大約是3萬元左右 當然有些人是遠遠不止的 但是你說明這個人均 喂 好多人都是找個皮靈兩皮的 喂 但是一樣是生活在這個世界排名第4 指數 就是用你那個年份 2023年的地方 一樣是捱的 一樣有怨氣的 一樣是到社會不滿的 喂 但是 你可以發洩在那個客人身上 那別人發洩給誰 所以社會就充滿怨氣 我現在不要討論其他人 是你們現在最救病的 我覺得呢 即是我不知你怎樣改善 我也沒有辦法 喂 你起碼是否真的做好服務 例如我上到的士上面 我不管這輛車 我不管的 我是一個客人 的士是合理的乾淨的 司機 我都不可以說你們要崩崩有禮 是合理的禮貌的 喏 有沒有喫客 有 但是現在就有車鏡 公道 都自在人心 有些喫客 我們播一條片出來 一樣是萬眾一起做過喫客的 是吧 一樣有的 你不能騙人的 你起碼其他事情不要說 好了 不要令到 客人搭車有壓力 比如 我小時候 我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我說過了 二十幾歲 三十歲 我住在土瓜灣 那時候 土瓜灣明崩街 16號A6 後座 OK 吃腳去看機場 其實都是十分百分鐘 但是我拿著幾件行李 例如外遊員回來 屌你了嗎 還要去歐洲 屌你了嗎 我真的要乘車的士 是吧 我真的要乘的士 我是有壓力 我怕被人屌 是啊 那些人不可以折勾 是啊 於是乎 那你也明白的 人家排那麼久 於是乎 我又拖行李箱 走那條隧道去九龍城 人家不是排隊那些 坐那些車 但是坐那些車 那些人看到你 你去九龍城 你拿著行李箱 是不是去機場 想著 你立即這樣 當體不想到 廢等事 要塞車 要塞進去 你們起碼要做到個服務 令市民沒有反感 令市民肯站在你那邊去想 現在根本其實很對立的 老實說 你便繼續 你便繼續說這些 老實說 成紙跟經濟公司 根本其實 你行李箱是一直淘汰的 你加上這樣 你加上來 這樣也行 可以有 但是你養了多少個呢 其實你現在 基本上的交通服務 香港的地方 這麼小 其實已經有很多東西 能取代你們的 你起碼做好那些 你才去哪 每一次的士公司說要搞什麼 搞什麼又沒有改善過 結果小紅書出來的 廢幾聲的就馬上抓人 抓到幾個 放射 那些人Uber可能不合法 可能會有保險問題 可能會有 為什麼仍然搭Uber 你問我 其實這個行業根本已經過去了 要搭一次 搭免你又怕 免得制 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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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很適合 我不知道你的碰頭 你想怎樣 例如我在洛馬州 拿了一箱車 柴灣 又怕 你怎麼辦 那你怎樣 有時候 我覺得客人 都可以怎樣說 大家遷就 譬如我們知頂 但你真的會有人知頂 譬如我們知道 在這裏大埔港幅道 這堆紅的是出九龍的 便宜些 其實我有一時也未必是便宜 我是為了不讓人吵 特地多走過街口去搭那裏的紅的 便宜些 而且人家是出九龍的 你出九龍 結果你上車 原來你去九龍的碰壇上九龍東 你就想去九龍西 都可能會被人接 那你就沒有人 老實說 我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可能我的樣子很差 但是很多網友真的被人欺負 好了 你還要說到好像很有道理 我們這麼便宜 但是要生活在這麼貴的地方 然後便宜你了 你就知道我們多少人願 你只有你們嗎 你不用交稅了 你猜只有你們嗎 老實說 又不要在那裏炸死 我跟大家說 這些叫炸死 那些的士都吃得拚爆它們 又說自己 那天隨便隨便 正貫都可以 找300元 現在的環境我不敢說 去到2014 就說了 2019 2020 說真的 你真的不要當人傻 即是看你怎样做 如果你早上八点钟才开工 一点钟才收工 那你是找这些数 我一样是认识很多的士司机大佬 有些做折六个电话在博杀 有些都不是 有些都是随遇而安 不过是懂得做的 其实到现在 即是现在 即是现在 即是2024年 三四元都一定有 那你说是否算好少呢 你看成个大事的 当然不算少 好了 我今天见到 令一财经访问了 刚刚上星期一号重开的 连香楼 那个CFO 即是现在的老闆 前CFO 我觉得都挺有趣 这些新闻可以说 大家知道连香楼 即是中环那间 是否这么好呢 他就叫做历史悠久 我觉得他最所有赢的东西 最赢就是历史悠久 即是有那种 有那种 有那种味道 当然 点心 或者柴也有一定的水准 这么说 上星期他正式重新开业 没有死没有弄 那记者就找了这个 新的老闆 来访问 那就不愿意出镜 我们先看看历史 威廉顿街 你有没有去过连香楼 一定有的 那 我去过 我想都有十 十次八次 就完全是我二十多岁 少年时候 做逛街 那些老子忽带我去喝茶 那我也不会很特别享受 他们享受就是因为他们熟了个家暴环境 因为那时候那些行街都找到吃 跟老闆又坐在一起 那我们年轻就跟上去 那我在那时候 我自己觉得呢 在那个年代 我反而觉得他不及我 在外面有一些 开始的大酒楼 因为那时候九十八九十年代 开始有些 就是人家更加昌明基正 装修好些 其实他就只不过像我们 小时候呢 在什么 土国环是什么德湖 德鱼 还是什么东西 德鱼 然后就 又说 就是那类深水泡 那类 不过去 中环 中环版 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谈观 我都不要记得 都是类似那类东西 我觉得那些酒楼真的有个人 有一件事 到现在 我都很 有印象的 就是 那些楼面 除了那个茶博士 那条毛巾在那里 那些水热到你 那些热死人之外 他最大堅定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会有个叶 又不是啤牌 用来刮你桌面上的骨 那时候呢 不是下用餐桌布的 那些胶板桌 上手喝完茶 你知道我们 就是唐人 就是廣东人 有鳳爪 有排骨 很多骨在那里 那里找到一块东西 一刮 刮到地 嗯 如果你们有没有 那阿姐 刷就刷 不刷 刮到一边 有时刮到一片 刮到一片 又摸一瓶 那只抹一架桌 那你就错了 不會有什麼罩刑的 那塊就類似白業鏈 用來切開一塊的 是彎位的 很神奇 緬香樓最早是1918年開業 這也是他的位置 中環商業區 由一班生意人 小商人 發展到後來 隨著香港的經濟起飛 這班人由一些小商人 變成一些中產階級 甚至乎成為城中的巨富 即是首富 那些人都會 可能會光顧他的 這就是隨著香港成長 好了 保留廣東的傳統飲茶文化 當然深受歡迎 最出名的那些人 在連鄉都被人白了 好了 2019年 因為所處的大廈 強拍宣佈憂 2019年了 記住 之後老伙計 接手用特許經營模式 再在原址 用連鄉茶室 做多三年 好了 但是面對疫情 這個連鄉茶室 停業 開回來 好了 到了2020年了 第四代獎 全人 只是一年後 就跟那班老伙計說 喂 不要了 第四代全人 叫顏漢斌 阿斌哥 再出來 改回原名 連鄉樓 但是去到去年8月 就是2020年 21 22 23 做了三年了 做多了 又宣布結業 而今年4月1日 連鄉樓 就在前掌軌 和新投資者的接手之下 再開 喂 大哥 1918年 不是近百年 是百年老店 只是這幾年 剛才我這樣說的歷史 又開又生 又開又生 終於4月1日開 喂 你是不是整股啊 但是結果4月1日 那天 都真的高頻滿座 很多人都排隊 新掌軌 叫劉家文 OK 現在是連鄉食品貿易的董事 也都是之前 原來他 就是在連鄉樓打工 是CFO來的 CFO就是管Finance 好吧 好了 應該是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之類的名字 CFO 他說生意好的 他說 不過生意好的 就不代表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因為很多舊客回來啦 街坊 也有些遊客 或者Facebook的人 來打卡 香港地 他說3點多 就連炒東西都賣光 即是12點1點 已經點心賣光 這個是開業的時候 那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倒閉 就是長話短說 你又會接手開蓮香樓呢 劉家文 他就說 是全部因為對這間茶樓的愛 希望品牌故事可以繼續流傳 原來去年8月呢 因為疫情 去年8月其實 認證都過了 最主要是身體健康問題 在2020年出來的第四代傳人 阿斌哥呢 就頂不住 正式來說 這個第四代傳人賓哥 剛才我剛才講過 2020年 接回舊火記來做 舊火記 舊火記 即是年輕茶室 即是能根有限 做得不好 去用餘名做 做到去年8月 就說因為疫情和身體不好 就頂不住 老實說 去年8月肯定不是疫情 開關 是頂不住 除了身體之外 亦都是實在蕭條 因為其實呢 去年一開關之後 是陸陸續續 有些還捱到年尾 為何今年年頭 特別多倒閉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們去年都預料了 去年一開關 就看到不對勁了 那頂不住 當時顏山跟他說 他說沒辦法 年香樓成為歷史 那當時 劉家文 這個柳sir 他是首席財務官 我沒有猜錯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那他呢 就想著 哇 老闆 這樣啊 決定不做啊 那他跟幾位朋友 就直接買 年香樓62.5%的股份 我不知道他作價多少 那 他說 他說顏山的心態都是 你們搞吧 但是呢 林簽約之前 顏山都說 喂 真的沒得做的 也不是叫他不夠義氣了 你想清楚就好 沒有了 但是他們覺得 有人氣我取 為什麼呢 他們在跟顏山打工 他們覺得顏家 太多包袱了 所以中退失聚 好像 舉例 他舉例 好像原子被強拍 需要面對政策重建的命運 那裝不裝修好呢 不裝修又過時 裝修完 沒辦法又要拆 另外一方面 他們很多事情 不想變 譬如不想轉銀 對吧 這些就是老字號的 包袱 他覺得他們沒有的 那麼 他說顏山呢 最後 他們的問題 就是疫情期間 轉身慢 經常會覺得 沙士捱得過 為什麼捱不過呢 誰知道捱23年 到最後要裁員 他是CFO 他說要裁員 誰知道老闆又說 不行 老伙計 幾十歲 每個都 不能裁員 劉家文 那時候就說 不如我做這個醜人 你不要炒 等我來做 誰知道 顏山又說不行 我也是這個顏山 在生意上面 可能是難轉身一點 老字號 他說不行 你未老過你不知道 那他真的很動情意 對那些老伙計 寧願不做 賠回不得他們 大家一起退休 不炒得人 OK 所以 連鄉就不斷嘗試下去 就受不了 好了 那老闆有情 劉家文說 那時候也沒有辦法 他說都傻了一份 結果當時公司還有錢 可以出到自己的份量 他都說 不斷出賣給其他伙計 先 到蓮香樓 顏山又說 終於不做 他就決定 找其他投資者 看看可不可以 買一些股份 老闆也勸他 喂 不要啊 做不住了 有些都是成立市 那我不知道 他 我想未必很貴的 買回來 那麼他就找了幾個投資者 找了四個投資者 第一個就要轉QR code 第二個就說 不要做點心 因為做點心其實是不賺錢的 我跟大家說 嗯 好 其實做酒樓 阿正做個飲食就知道 現在香港特別的形勢 就是租金貨、人工貨 唯一是做宴會 做晚飯 如果有的話 好 好了 他就說 一個說不做點心 一個說要轉QR code 聽完之後 都沒有跟我們繼續談 結果呢 他也是找回兩個 其實都是那些蓮香的屬客 當然在中環出現的屬客 可能都有實力 那麼大家呢 都是有些堅持 當然不能夠全部保持舊的東西 社會要進步 但是也有些堅持 這樣才可以 他們說 譬如 用QR code 那當然會省很多 你想想 你買一架點心車 他們是用點心車的 擺兩款點心 十款點心 你用五架點心車 就是用五個人去推 那你說 你說 你如果用QR code 就請兩個樓面 幫一些不懂得下QR code的人去下單 但是廚房直接這樣出貨 接著你最多是請兩個日子 即是本來是五個日子 用來推車的 去拿 即是全菜 那當然會省很多 是吧 但是呢 他說 如果這樣就沒有了文化 所以你繼續都是用回車仔 那麼 舊那一套 當然他說 未必一定的淘汰 譬如說 去年的月餅 他們出了迷你月餅 反應非常之好 那些年輕人說 用來蓮香樓 我不知道 如果不是我送禮給別人 因為 始終 其實月餅就沒有人吃的了 但是用來送禮得體 是蓮香樓 中環 那就是一件事 但是舊客 我問他 什麼時候有大 那四個月餅 這些是傳統的 是的 所以舊客 我們買榴槤月餅也是的 我們去年沒有賣大 那些 那些 我們沒有那些大四個 即是那個盒 全人 是的 那麼 其他我不說 那些什麼手搖茶那些 他說 問題就是 這裡最奇怪 就是他們 現在還有三年 因為三年後 是強拆的 這裡 他們也扔了一千萬 去裝修 就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吹水 那麼 想什麼呢 當然香港大把有錢人 但是三年一千萬 裝修 一年 就是你攤分也要三百幾萬 就是一個月你只裝修 就是你一日計 一日就是一萬 裝修成本 對不對 你一日 你起碼要找幾皮東西回來 才有看 Break Even 那我不清楚 他條數怎麼計 那他做CFO 沒理由不懂計 這些數 那就說 到時才算 他說 如果到時大家不捨得 就找地方再開 他說 但是 他們最主要都不會找商場 就不夾 只要三年內有沒有可能回本 他說 就不是 考慮 他說 如果正式做投資 就要考慮 但是 現在 他們幾個拍檔的心態 都不是打算投資 是打算做好事情 這就是做生意的矛盾 通常他們認為做好事情 錢會來的 但是 往往 是可以這樣說的 這件事 你們的實力真的要很夠 真的要幾十套本在後面 如果不是 就當然要計算 但是也好 Anyway 要多個老字號 我也是贊成的 另外 最後一則新聞 這次 就是這個年輕人 我們先出一些照片 我也不出片了 元朗十三歲的年輕人 騎著年輕人 頭盔都不戴 到處飛 圈車了 下章 紅燈 下章 趙聰 OK 再下章 上賣 走走走走走 什麼都齊 OK 回來 首先這輛車 是什麼車呢 是在村屋附近的 是不是住村的 那些人 就這樣看這輛 我覺得都不是 走出街那些綿羊仔 似是那些大陸 就是那些電車 是不是 電那些綿羊仔 但是無論是哪些人都好 都是犯法 現在這個年輕人 就被捕了 涉嫌失漢罪 不要說 沒有駕駛 沒有保險 等等 這個年輕人 就是 4月5日 星期五 4月5日 被人拍到 他 4月6日 還出帖 帖 上載了 別人拍到他那些東西 還說 你們覺得我會害怕嗎 厲害 李漢文 有型 李漢文 這個 好了 但是你們有沒有留意 大家 可以寫簡體字 嗯 我又不問 13歲就寫簡體字 我又不問 13歲寫簡體字 一定是大陸仔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學校都有教的 是 真的 真的 不知怎樣 13歲 你都寫簡體字 我屌你 你問題 還要寫得 你們覺得我會害怕嗎 李漢文 他自己申請 現在不是他出事 他父母都有機會出事 所以要管轄 是吧 喂 你們有沒有 真的 是 為什麼 這些車在大陸 其實大陸都不合法 現在好像 都有一些規矩要進行 不過就不是怎樣執行 是不是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OK 這個年輕人有種的 休息一會 我們呢 留意 open ring 有一條很短的片 我不知道幾時 幾天 但是希望網友 其實都找回 相關資料 我找不到 在哪裡發生 最後是怎樣 你們留意 open ring 休息一會